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同学们出声读课文 注意读准字音 遇到不认识的字 借助拼音多读几遍认识它 按下暂停键 计时三分钟 开始吧 刘老师也想读读这篇有意思的课文 请你认真听一听 你读的字音跟老师读的是否一样 如果有不一样的地方 一会儿请你改正哦 11.彩虹 雨停了 天上有一座美丽的桥 爸爸 你那把浇花用的水壶呢 如果我提着它 走到桥上 把水洒下来 那不就是我在下雨吗 你就不用挑水去浇田了 你高兴吗 妈妈 你梳头用的那面镜子呢 如果我拿着它 走到桥上 天上不就多了一个月亮吗 我拿着圆圆的月亮 照着你梳头 你高兴吗 哥哥 你系在门前树上的鞦韆呢 如果我把它挂在彩虹桥上 坐着鞦韆 荡来荡去 花裙子飘啊飘的 不就成了一朵彩云吗 你看见了 高兴吗 请你借助拼音 把自己不熟悉的生字多读几遍 然后再来完整的朗读课文 按下暂停键两分钟 计时开始 文中的字词 听到你们的朗读 高兴得不得了呢 他们都想要跳出来和你交朋友呢 快看看 都有谁 快来拼音节读词语吧 读对了 他们就能跟你成为好朋友了 按下暂停键 刘老师提示大家 这两个词中的子都要读轻声 跟我读 镜子 裙子 好了 刚刚词语朋友听到你们呼唤他们的名字后 想跟你们做游戏呢 瞧 他们摇身一变去掉了拼音 还认读他们吗 咱们一起读读 彩虹 一座 浇花 提起 洒水 挑水 高兴 镜子 拿走 照亮 鞦韆 鞦韆 裙子 这些淘气的小伙伴 从词语变成单个的字了 也是本节课我们需要认识的字 按下暂停键 一个字读一遍 开始吧 今天同学们一下子交了这么多朋友 你们有哪些好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寄劳他们呢 按下暂停键说说吧 用熟字加篇旁的方法 可以记住红 虫子旁 加上工厂的工 就是红 彩虹的红 同学们 你们还能用这个方法记住哪些生字呢 坐 广字旁 加上坐下的坐 就是坐 坐位的坐 一座大楼 一座山的坐 熟字加偏旁 熟字减偏旁 熟字换偏旁 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记字方法 这些方法都提到了偏旁 因为偏旁往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生字的意思 观察这两个字 你发现什么了 是的 他们都带有三点水 带有三点水的字 大多与水有关 比如 浇水 浇花 洒水 洒落 这个字前两天学过 跳 在读今天学的这个字 挑 你发现什么了 是的 跳和挑 右边部分相同 都是照 所以他们的读音也相近 所以他们的读音也相近 竹子旁的呢 是跳 用脚跳 而提手旁的 是挑 挑水 要用手 好了 再读这个字 提 你又发现什么了 对 他们都带有提手旁 带有提手旁的字 大多与手部动作有关系 你还能想到哪些带有提手旁的字呢 嗯 比如 把 挂 户 接 桌 等等 说到与手部动作有关系 我们再来看这个字 拿 你们看这两幅图 把手合起来 就可以拿东西了 古人造字 多有趣呀 再来看这幅画 像不像一个人在照镜子 在我国古代 人们大多使用铜镜 铜是金属的一种 所以左边为金字旁 右边是一个人 在对着铜镜照自己的身影 这就是静的本意 跟我读 静 静字的静 刚刚看到的几幅画 其实都是汉字 这回啊 这回啊 给大家再来看一张实物图片 这是什么 裙子 看图十字也是我们常用的十字方法 裙子 裙子是衣服的一种 所以裙 左边 是个 一字旁 跟我说 一字旁 请你们观察 一是怎样变成 一字旁的 一的第一笔点不变 第二笔横和第三笔撇 合为一笔变成一字旁的第二笔横撇 一的竖题变成一字旁中的数 撇不变 最后一笔那在一字旁中变成了点 五笔组成一字旁 我们之前学过柿字旁 你们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对了 柿字旁有四笔组成 没有撇 学习生字的时候 我们常常给生字组成不同的词语 现在请你暂停三十秒 给这两个字组词 看看谁组的词语 又对 又多 这是我组的词 跟大家分享 一起来读读吧 幸 高兴 兴趣 扫兴 千 千万 一千 秋千 很多看起来复杂的字 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几个部分 来帮助自己记忆 来帮助自己记忆 比如照 它是上下结构 左上是个日 右上是刀和口 下面是个四点底 跟我读 照 照亮的照 照亮的照 光照的照 照顾的照 今天我们在用 今天我们用多种十字方法 记住了本节课的生字朋友们 他们都已经藏回到课文中了 按下暂停键 完整的读读课文吧 课文中的四个生字 需要我们写正确 写美观 一个字读一遍 高 性 成 这 这些字中都带点 写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 不同的字中 点的位置 大小 也不同哦 观察一个字的时候 一看结构 二看笔画 三看笔顺 高 上中下结构 上面是金字头 点的收笔位置 在竖中线上 中间是一个扁口 下面的树和横折沟里 也包着一个扁口 请你自己在本上写两遍 写字要做到三个一 手离笔尖一寸 胸离桌子一拳 眼睛离书本一尺 请你按下暂停键 开始写吧 再看姓 上下结构 点的分布要均匀 第一笔点写在左上格 收笔靠近横中线 第二笔点 写在竖中线上 比第一笔要短小一些 第三笔撇略长 在横中线收笔 紧接着 贴在横中线下面起笔 写长横 略向上倾斜 最后两笔写在下半格的左右两侧 写的要舒展平稳 按下暂停键 自己练习写两个 乘半包围结构 第一笔横 第二笔撇 第三笔横折钩 第四笔斜钩 在竖中线左边起笔 往右下格延伸 笔左边的撇要略长 最后一笔 点在第一笔横的斜上方 不能高于斜钩 按下暂停键 自己练习写两个吧 成可以组很多词 比如成为 成长 成人 要写的最后一个字 这 它是半包围结构 它是半包围结构 其笔的点和撇 在竖中线的左右两侧 第五笔长横 写在横中线上 第六笔撇 其笔在竖中线 然后写木 请你按下暂停键 自己练习写两个 今天我们认识了十二个生字 巩固了多种十字方法 学写了四个生字 还练习了朗读课文 我们的收获可真不少啊 这是今天的课后作业 本节课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这篇课文 同学们 再见